1517年间征服马穆鲁克 帝国阿拉伯领土的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 和在1519年将北非沿海地区 纳入奥斯曼统治的巴巴、李海道 海伊尔丁巴巴罗萨 这两幅基于想象的佛罗伦萨绘画 大约是在两人去世后的1550年左右完成的 1613到1618年德鲁兹王法赫尔丁二世流亡佛罗伦萨期间 这两幅画可能是他见到的美帝奇家族藏品的一部分 图三 证明19世纪大马士革理发师做生意的方式 同他一个世纪前的同行理发师艾哈迈德布袋伊里相同 图四 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国军队在金字塔之战 1798年7月21日 中大败统治埃及的马穆鲁克埃尼尔们 成功进入开罗 这幅画是路易弗朗索瓦勒勒热纳1775到1848 在1806年基于战场速写完成的 勒热纳描绘马穆鲁克骑兵 和训练有素的法国步兵兼不对等的冲突 用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的话说 法军枪声不断震耳欲聋 图五 这幅乔治伊曼尼尔奥皮茨1775到1841 创作的作品描绘了1831年阿卡城门外 年迈的里巴嫩山统治者埃尼尔巴西尔谢哈布二世 中坚持守仗而立者 向埃及将军伊布拉辛帕夏 马背上 效忠 伊布拉辛是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子 他在围攻阿卡六个月后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塞 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 图六 医生 编年史家米哈伊勒米舍卡 目睹了1831到1832年埃及人对阿卡的围攻 并汇报给统治里巴嫩山的谢哈布家族 米舍卡后来担任大马士革 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 1860年大马士革屠杀中 他和家人在暴徒的暴力中幸存 在19世纪70年代出米舍卡晚年阶段 邦菲斯创作了这幅笑笑话 图七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是一名出生于卡瓦拉的阿尔巴尼亚人 于1805到1847年间统治埃及 建立了一个覆盖苏丹 西甲兹大叙利亚和克里特岛的帝国 1840年 他让路易夏尔奥古斯特库代1790到1873 给他画了这幅作者的肖像画 同年 他的军队被英国奥斯曼联军赶出叙利亚 他建立的王朝统治埃及到1952年 图巴1832年起 埃尼尔阿卜杜卡迪尔领导阿尔吉利亚反抗法国统治的运动 直到1847年他最终向奥马勒公爵投降 法国艺术家奥古斯特雷吉斯1813到1880 描绘了这次投降的场面 阿卜杜卡迪尔引起坚决的抵抗 而在法国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他受到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的隆重接见 随后被光荣地流放到奥斯曼领土上 并享有法国的津贴 他在大马士革定居 在该城1860年的屠杀中拯救了许多基督徒 图九 卖家谢里夫侯赛因之子埃尼尔费萨尔的肖像照 他是1916到1918年 反抗奥斯曼人的阿拉伯大起义中阿拉伯军队的首领 1918年2月28日 保罗卡斯泰尔诺 运用奥托克罗姆 钢板彩色摄影技术 在鸿海亚喀巴港拍摄了这张照片 1920年费萨尔成为叙利亚国王 同年被法国人罢处 1921年加冕为伊拉克国王 图10 1918年3月28日 费萨尔 阿拉伯军队的一群北都因士兵在棕榈树丛中 保罗卡斯泰尔诺 的这张奥托克罗姆干板彩色照片 记录了一些男子的脸 他们参与袭击了西甲兹铁路和卖家 与大马士革间的奥斯曼沙漠要塞 英国军官T.E.劳伦斯 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 在他的经典之作《智慧七柱》中送扬了这些袭击 图11 法国第一任常驻摩洛哥将军路易赫伯特 利奥泰元帅的肖像照 他是一个创新型的统治者 他那富有同情心的帝国统治方式 影响了日后法国对叙利亚的殖民治理 利奥泰的统治被阿卜杜卡里姆赫塔 比领导的里夫战争 1921到1926破坏 乔治·瓦利耶在1927年 拍摄了这张奥托克罗姆 干板彩色照片 此时利奥泰已经离开摩洛哥两年 图12 1925年 阿卜杜卡里姆赫塔 比在摩洛哥抗击法国人的这些激动人心的画面 激发了阿拉伯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 以被里夫地区的山中药塞为基地 阿卜杜卡里姆带领他的伯伯尔 非正规军先后击败了西班牙人和法国人 直到1926年 欧洲联军包围并击败了里夫人 在这张平板印刷画中 拥有现代战机和火炮的法国人 在阿卜杜卡里姆领导的摩洛哥骑兵的紧逼下 节节败退 头顶上方的伊斯兰旗帜上写着 万物非主 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图13 法国驻叙利亚首任高级专员亨利 古罗将军的奥托克罗姆干板彩色肖像照 1919年10月3日设于贝鲁特 拍摄者是奥古斯特莱昂 古罗曾任利奥泰在摩洛哥时的助手 尝试应用利奥泰的多项措施 来支持法国对叙利亚的统治 但失败了 他的分而置之的策略 1925年持续至1927年的全国性的反叛 这场反叛最终被镇压 图14 1919年11月22日 法国统治下的贝鲁特 法国三色旗装点着奥斯曼钟楼 和主行政中心的阳台 军队在底下的阅兵广场上扎营 虽然一些黎巴嫩人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 积极寻求法国的委任统治 但他们希望法国扮演一个更无私的角色 来帮助他们建立独立国家所必须的机构 图15 1925年被法国炮火摧毁的大马士革 1925年10月 大马士革人起义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 起义者涌入阿兹姆宫 试图俘获法国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 法国统治当局清空了这座宫殿 将火炮对准周边的街区 轰炸了48小时 一名目击者记录到 在大马士革毁灭性的炮弹和大火 吞噬了600多座最美的房屋 照片的前部就是阿兹姆宫的废墟 图16 萨阿德·扎格鲁勒和埃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结束在马尔他的流放后回国 1919年3月8日 扎格鲁勒被捕 激起埃及全国的民族主义示威 民众的压力迫使英国收回其政策 允许扎格鲁勒和代表团成员回开罗 并作为埃及的代表参加巴黎和会 但代表团的努力是徒劳的 列强早已承认英国为埃及的保护国 照片上 扎格鲁勒被安排坐在中间 握着手杖 他的右边是伊斯玛伊西德基 两人后来分道扬镳 西德基成为埃及自由化时代的反面人物 图17 1919年 妇女首次参与埃及的国家政治 登上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 这份法国周刊描绘了英国奇景注视 下一众男性 中间一群蒙头毕面的女性 以大力宣扬埃及的女性示威 胡达沙拉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他的丈夫阿里与扎格鲁勒一同被流放 图18 在这张1928年设于吉达的照片中间 戴着眼镜 告出身边众顾问一头的人士 阿卜杜阿奇兹 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阿勒沙特 在西方更多以伊本沙特而闻名 他是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建者 他在1925年征服西甲兹的哈西姆王国之后 获得了那继德苏丹兼西甲兹国王的称号 1932年 伊本沙特将他的王国重新命名为沙特阿拉伯 使之成为唯一一个 以统治家族命名的现代国家 图19 法乌乞丐五格级中间 于1936到1939年 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的领导人在一起 跟五格级参加了阿拉伯人反抗欧洲统治最有名的几次起义 包括叙利亚的麦塞伦战役 1920叙利亚起义 1925到1927 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和伊拉克的拉西德阿里军事政变 1941 二战期间 他在纳粹德国避难 躲避英国人的追捕 二战后的1947到1948年 他回到巴勒斯坦领导阿拉伯解放军 图20 惩戒性惩罚 英国军队摧毁了被怀疑支持1936到1939年 阿拉伯起义的村民的房屋 这种未走常规程序而进行的集体惩罚 其合法性来自英国统治当局 为打击阿拉伯起义而通过的一系列紧急法规 1936到1940年间 大约有2000所房屋被毁 图21 1943年8月17日 叙利亚议会召开 在1941年7月 自由法国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后 叙利亚人投票选举出了他们首个独立政府 民族联盟获得了明显的多数 在第一届议会会议如照片中所示 中 该党派领导人 舒克黎 古瓦特里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 图22 1945年5月29日 叙利亚议会一片狼藉 尽管法国做出了保证 但戴高乐的政府无意承认叙利亚的完全独立 拒绝将该国军队的控制权 移交总统古瓦特里的政府 1945年5月 当叙利亚人起身进行民族主义示威时 法国人突袭了议会 向政府机关开火 并抛轰大马士革的住宅区 试图将他们的权威强架 在不情愿的叙利亚人身上 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 1946年4月 最后一名法国士兵撤离叙利亚 1948年为巴勒斯坦而战 图23 这张摆拍的宣传照 展现了一群集合了常规军和非常规军的士兵 在一名头戴缠头的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指挥下 保卫耶路撒冷城墙 抵御犹太人的进攻 图24 事实上 巴勒斯坦战士在1948年 没有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由于缺乏装备和训练 没有人拥有 能与1948年他们所面对的犹太部队 相匹敌的战斗经验 更糟糕的是 他们低估了对手 5月14日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后 他们被犹太部队彻底击败 图25 1952年7月 在埃及掌权后不久的埃及自由军官们 51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坐在桌后 是平均年龄34岁的年轻 自由军官中的老政治家 1954年 古马勒阿卜都纳塞尔中校 坐在纳吉布右边 软禁纳吉布并就任总统 站在纳吉布右边的是纳塞尔的德力助手阿卜都 哈吉姆·阿米尔少校 埃及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中校阿瓦尔萨达特 坐在左属第四位 图26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 即将登上那架 将他们送向被俘命运的摩洛哥克机 1956年10月22日 法国战机拦截了这架原本飞往突尼斯的DC3飞机 并迫使该机在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降落 埃哈迈德本贝拉 穆罕默德黑德尔和霍西埃耶特埃哈迈德 从左之右 被捕并被关押至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 摩洛哥苏丹穆罕默德50只子穆莱哈桑王子 后来的哈桑二世国王 照片中身着制服 为这些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者送行 1958年黎巴嫩内战 图27 1958年7月 在抵制总理拉西德卡拉米 总统扶阿德谢哈布新政府的民众抗议活动中 很多前总统卡米勒 下蒙的基督徒妇女支持者走上街头 用扫帚兵来骚扰黎巴嫩政府军的士兵 据称有很多妇女在冲突中受伤 图28 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爆发后 总统下蒙以压制共产主义颠覆为由 寻求美国支持 黎巴嫩也成为唯一一个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条款的国家 三天之内 就有约6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离海岸线登陆 他们的一举一动 引发了贝鲁特居民的密切关注 在10月25日未发一枪一带而悄然撤离前 这支部队的数量已增至1.5万人 还保有第六舰队和舰载飞机的支持 原标题 好奇的黎巴嫩人观看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休息 图29 阿布杜萨拉姆阿里夫上校是1958年7月 推翻哈希姆王室的伊拉克革命的领导人之一 7月14日 阿里夫成功占领伊拉克国家广播电台 向震惊的伊拉克民众宣布了国王费萨尔二世的死讯 以及共和国建立的消息 伊拉克人民全力支持革命 图中 阿里夫正在什叶派圣承纳杰夫向聚集的支持者发表讲话 阐述新政府的目标和改革计划 随后在1963年 阿里夫又推翻了总统阿布杜卡里姆·卡西姆 从而成为伊拉克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1967年6月战争 图三是1967年6月5日清晨 以色列空军向埃及 约旦 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突袭 从而掀开了1967年6月战争的帷幕 在不到三小时的时间内 以色列人摧毁了埃及85%的战斗机 使其空军基地完全瘫痪 在取得了空中优势后 以色列地面部队横扫西奈 约旦和西岸和格兰高地 彻底击溃了埃及 约旦 叙利亚三国军队 图中 是以色列士兵 正在西奈的一处空军基地检查 被摧毁的埃及战机 图三是一 1967年6月 以色列对约旦和西岸的占领 迫使超过30万名巴勒斯坦人 逃亡位于约旦和东岸 寻求避难 战争期间 连接约旦和东西两岸的道路 桥梁遭到彻底破坏 这也使得难民们的逃亡之路更加凶险 很多新难民 仅带着少量 可携带的财产 就踏上了逃亡之路 巴勒斯坦劫持事件 图三十二 莱拉哈利德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成员 1969年 他成功劫持了环球航空公司一架 由罗马飞往大马士革的飞机 最终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被安全释放 其第二次行动针对一架以色列客机 但被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安保人员挫败 他的同伴被当场击毙 他本人则被制服 并在飞机紧急迫降伦敦后被英国警方逮捕 作为犯人交换计划的一部分 莱拉哈利德于1970年10月1日被英国政府释放 图三十三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控制了约旦首都安曼以东 道森机场的一条废弃跑道 并宣布将其重新命名为革命机场 1970年9月6日至9日 人阵先后将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客机 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客机 以及一架瑞士航空客机劫持至革命机场 9月12日在清空机上全部310名人员后 三架贝杰克机全部被炸毁 这次行动成功地吸引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 但也驱使侯赛英国王在1970到1971年 迅兴的黑九月战争中 将巴勒斯坦运动彻底清除出约旦 图三十四 年轻上尉穆阿迈尔 卡扎菲于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了利比亚王室 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民众国 1970年他宣布将利比亚石油工业收归国有 圣称政府将垄断国内石油资源的生产 标价和利润 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追随其步伐 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全球经济影响力 图三十五 1973年10月6日下午 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 成功突破了以色列人严巴列夫防线所布置的 坚固的杀住攻势防御体系 由于是在犹太人的赎罪日发动袭击 埃及人打得以色列人措手不及 在进攻发起后仅几分钟之内 就成功的在1967年6月 战争中失去的西奈领土上升起了本国国旗 这也是阿拉伯世界 在长达20年的战争状态中 首次在战场上击败这个犹太国家 图三十六 经过一周的激烈战斗 以色列人重整旗鼓 开始向叙利亚和埃及发动攻势 他们利用埃及人10月6日以水枪 在巴列夫防线防御攻势上打开的缺口 横渡苏伊士运河 包围了位于运河西岸的埃及军队 结果战场上两国陷入僵持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 则将这一军事僵局转化为政治优势 图三十七 在1973年10月激战震撼之际 阿拉伯产油国动用了其石油武器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因其对以色列战备工作的支持 面临着阿拉伯世界的全面石油禁运 1973年12月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在对阿拉伯国家的巡回访问期间 呼吁沙特国王费萨尔 解除沙特对美国的石油禁运 但并未取得成功 1974年3月 阿拉伯产油国才最终解除了石油禁运 图三十八 在1974年11月13日 受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期间 巴结组织主席亚希尔 阿拉伯特享受了国家元首级别的待遇 以色列代表团从其前排座位上集体退场 以示抗议 今天我来到这里 一手拿着橄榄枝 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 他在座无虚席的大厅中说道 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 图三十九 1975到1976年 黎巴嫩内战期间 整片整片的被鲁特揭去 因内战暴力而被夷为平地 然而 这仅仅是一场延续长达15年的冲突的第一阶段 在此期间 黎巴嫩国内没有一块土地能够幸免 1981年10月6日 安瓦尔萨达特遇刺 图四十 1981年10月6日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身亡 萨达特为庆祝作为其总统任期高光时刻的1973年战争 每年都坚持全身装装地出席10月6日的阅兵仪式 1979年后 埃及因打破阿拉伯内部阵线 与以色列单独签署和平协议而遭到孤立 一年一度的阅兵式 对萨达特而言 就显得更为重要 图为1981年 埃及总统乘坐一辆豪华敞篷轿车 参加他的最后一次10月6日阅兵 图四十一 阅兵式意料之中的沉闷突然被打破 一辆炮兵卡车突然脱离车队 车上的武装人员向检阅台开火 萨达特总统几乎当场死亡 自杀者是一名叫哈里德 伊斯兰部里的伊斯兰主义者 他高喊道 我杀死了法老 我不怕死 图四十二 发生在萨布拉沙地拉难民营的暴行 迫使美国 法国和意大利部队返回里巴嫩 尽管是作为维和部队进入黎巴嫩 但为了支持总统艾敏解马耶勒政府 他们却被迫卷入了黎巴嫩的战斗 1983年10月23日 一系列经过精心协调的自杀式爆炸袭击 将法国和美国营地移为平地 瞬间就炸死了241名美军士兵 和58名法国散兵部队军人 图中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 在其位于贝鲁特国际机场 附近总部的废墟中 开展救援行动 图四十三 20世纪八十年代 黎巴嫩什叶派发展为一支新兴的力量 他们与1983年 针对法国和美国军队总部的袭击 以及一系列针对离 境内以色列部队的毁灭性袭击关系密切 1985年 在伊朗支持下 一个名为真主党的新组织悄然成立 作为一支民兵力量 真主党的活动 使得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阵地难以维持 最终迫使以色列于2000年单方面撤军 图为1989年 什叶派宗教人士 在贝鲁特西区领导真主党成员 举行阿舒拉 节庆祝活动 图四十四 为了将巴结组织战士逐出黎巴嫩首都 1982年7月 以色列人对贝鲁特西区进行了围攻 也让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 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的暴力 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介入下 以色列人才于8月解除了对贝鲁特的包围 根据调解结果 巴结组织战斗人员将在一支由美国 法国 意大利的维和人员组成的国际部队的监督下完成撤离 图四十五 1982年8月22日 巴勒斯坦战士登上卡车 驶往不远处的贝鲁特港 在那里他们将登船开启流亡之旅 自从1970到1971年 巴结组织被逐出约旦以来 贝鲁特就一直是巴勒斯坦人 反抗以色列武装斗争的中心 巴勒斯坦战士宣称 在抵制以色列人围攻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他们是在巴勒斯坦旗帜和阿拉法特的画像之下 携带着武器撤离贝鲁特的 图四十六 在1948年战争中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 至今仍居住在难民营内 这些难民成为黎巴嫩基督徒民兵组织 易于袭击的目标 后者指责巴勒斯坦人 因为黎巴嫩内战 期间几次最严重的暴力冲突负责 1982年9月 在多国部队撤离贝鲁特 马龙派总统巴希尔杰玛耶勒遭暗杀身亡后 基督徒民兵在以色列人的掩护下 进入萨布拉和沙地拉难民营 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了疯狂屠杀 途中为屠杀刚刚结束后 一位幸存者走在萨布拉难民营的瓦利边 途四十七 1991年 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 击退了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 在遭受长达数周的空袭之后 点燃了科威特国内七百口游警 打响了对科威特及其支持者的环境和经济战 图四十八 伊拉克军队急于在惨烈的地面战争开始前撤离科威特 征用了大量卡车和汽车 在科威特向北通往伊拉克的八十号高速公路上 数以千计的伊拉克车辆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 被美国战机击毁 这条公路也因此被称为死亡公路 过度的杀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也迫使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于1991年2月28日终止了沙漠风暴行动 图四十九 解放科威特带来了一个计划之外的结果 巴以之间开启了第一次有意义的和平进程 在挪威外交部的支持下开展的秘密二轨外交 最终促成巴以双方于1993年9月13日 签署奥斯陆协议 签署当日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协调下 多年的对手亚希尔、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在白宫实现历史性握手